大大南島市北瓜山山的 方民里、方山里以及 英行里和好山里的里面 常常都因为没有水塘用 是救抗燃天 它都希望山顶能够再形建 一座配水地 经过当年来清楚都没有下文 后来在两年前 理会委员民前就找一座水公司 到中会下 结果是因为用地和配水地 结果定点的问题 所以没法再来做 经过当年来努力 现在用地部分 以及这就改冠 母亲在这公司 準備向经济部提出申请 行走一座2千多的配水地 目前配水池的进度 我们要把整体 这个系统的整体的设计 先办计划报到总处 总处核定以后 我们大概六个月 施工期我们就可以完成 一定大概是十五十一月 就要来重工 明年 差不多工期 十五月就可以完工 可以供应 我们山上 这七千多人 使用的煮来水 所以这些 整水地 三千吨 这更是政府 必须说近来推动 改革我们这些 民生用水 和我们的 土木的用水 都要使用到 董事理会里面 正是经出 三千多的配水地 现在主要水公司 苹果仁为 两千多的配水地 就有九段的用水 但是理会里面 仅表现 八卦山的法定性最大 汇水地要三千吨 才有九 刚开始我们是整体三千吨 那现在经过 我们最爱是 公司平屋 是要两千吨 不过 我在想 如果 三千吨 跟两千吨 的话 减费差不了多少 的话 我想还是维持三千吨 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次 我们的山顶 一世里 发展 潜性相当大 两年再做一个新的计划出来 结尾出来 人口又膨胀出来 膨胀出来 那时候又要减质 水在那边 蓬出的时候 又要破虫 就很膨胀 经过我们 评估设计以后 我们 在 这一个 一三九县 沿线的地区 我们认为 要 兩千吨 的配水池 就足够 搭配原来的 三百吨 配水池 有两千三百吨 但是委员一直很关心 认为 可以 在技术上克服的话 可以来加大 我们也会朝着这个方向 来努力 到底是在行券 两千吨还是三千吨 当地基民是都完全 无标识意见 但是今天 用水的地方 解决 都是相当高兴 他们现在只希望 配水滴的冠金 当地解决 山顶用水的困难 记者在明天 彩虹报道